受到全球苹果迷尊敬的贾博斯 56岁英年早逝 但他精彩而又传奇的一生 已经写下许多后人难以超越的成就 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太多理所当然的科技产品都跟他有关 继续我们为您整理这位传奇人物贾博斯的一生 史蒂夫·贾博斯1955年2月24号生于旧金山 养父母请毕生心力栽培他念大学 但贾博斯只念了一学期就休学 1976年21岁的贾博斯和26岁的沃兹尼艾克 在家中车库创立了苹果电脑 推出世上第一部以个人电脑为概念的苹果一号 在这之前电脑的大小就像一台冰箱 甚至更大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近 隔年又再推出苹果二号 成功打进了美国家庭 让个人电脑成为显学 1984年第一部麦金塔电脑问世 奠定了此后30年的电脑使用方式 从冷冰冰的纯盛语言变成简易的无数点集 1985年苹果公司遭遇瓶颈 贾博斯被自己挖脚来的执行长赶出苹果 但他成立了另一间电脑公司Next 还成立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1996年苹果收购贾博斯的Next 贾博斯风光地回到他一手创立的苹果 1998年5月6号 iMac问世 这是贾博斯重返苹果后 让频领破产的苹果公司起死回生之作 iMac是苹果电脑史上销售最坏性的商品 2001年10月iPad上市 引发全球性音乐产业的革命 成功的行销策略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唱片市场 迫使全球流行音乐产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代 iPad的成功 有为日后苹果的iTunes音乐商店 以及iPhone的上市拉开序幕 即便是离爱后 贾博斯领导下推出的iPhone iPad 再将苹果公司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贾博斯一手打造3500亿美元的苹果王国 今年8月他把苹果公司托付给新任执行长库克 许多分析师都相信苹果已经准备好迈向未来 但贾博斯和苹果已经划上等号 如今他的去世仍让外界既惯惜也好奇 没有了贾博斯的苹果将会如何 新桃野的电视整理报道